健身就是十多年前 知道自己身體散弱 很多病痛 想找一個方法 去令自己健康一點 不要太受弱 五月頭是我第一次參加健美比賽 獲得第三名 六月尾比賽獲得第五名 47歲了 47歲了 兒子這麼大 你年紀是多少歲 23歲 今年大學畢業了 認識新朋友 我也很喜歡告訴別人 自己有兒子這麼大 是開心的事 我主要是戒糖 在說的是一些不天然的糖 就是簡直是甜品 你見到它會加的砂糖 吃飯我都會吃的 水果我都會吃的 那些就是天然的糖 我看見教練一至兩次 自己每天都會做 有時晚上吃完飯 我都會外出跑步 比賽前見教練見得密一點 一個星期三、四天 那些人可能會覺得我很變態 做完健身後 肌肉痛的感覺 我挺喜歡的 我以前很多東西 我都是三分鐘熱度的 但是唯獨是做運動 可以給我 帶到我很多持續的興趣 運動其實可以每天 都帶給你持續的新鮮感 今天我跑步 我今天去這個公園跑步 跟去那個公園跑步 已經有不同的感覺 你知道嗎 我本身很貪美 這個世界沒有天生荔枝 真的沒有 美麗不會只有一方面 你現在一個人要美麗 你要心境開朗 健康 對人的談吐舉止 這幾樣東西 我都是覺得 從來不會有捷徑 如果你一個 很漂亮的女生 但是你對人沒有禮貌 我不會覺得她漂亮 她一開口 我就覺得她臭八怪 以前比較淺 會覺得 一定是要 這樣啊 這樣啊 身材要這樣 才是為之漂亮 現在就反而會覺得 OK啦 隨心一點 現在是 不要介意 有一點就問 你要有的 你真是這樣的年紀 難道我拖個女兒出來 你的皮膚比女兒更漂亮嗎 你去接受自己的年紀 或者接受這些瑕疵 根本就是接受自己 整個人 可不可以 好玩 紙 我好玩 很 對 我 老闆 是 多